有請我們蔡勳雄、蔡政委 主委 剛剛離開 我們現在有副主委在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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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世界各国在振兴经济的同时 加强绿色投资 解决各国的经济危机 同时也解决全球暖化的问题 我记得当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劝说世界各国投资GDP的1% 在绿色投资上面 但是当时我们的4.5千亿 列出来的只有4.8亿 公共建筑的太阳光电示范 那不到0.1% 所以我咨询刘兆玄院长 这个的结果 而且因为世界各国像韩国的绿色投资 是63% 我们0.1% 所以刘院长答应我 我所讲的10% 投资在再生能源17项 那些资料我都给你们经济部 也列入国会记录了 后来刘院长他自动追加 这里面他10%都要做绿色投资 生态工法 绿建筑跟绿色能源 我说真好 但是在国会记录里面答应我那17项 就是再生能源10% 但是呢副主委 你今天我这样 把你们经济会也联络 还亲自打电话给公共工程委员会 说要写进招标须知里面 我们在地方执政过 非常的了解 你没有写进招标须知里面 就是一场空啊 到时候基层公务员就说 我怎么知道你刘兆玄有答应田秋景呢 你们都答应我 还说公共工程委员会陪着各部会 一个一个在讨论我感动啊呢 结果出来的招标须知竟然是什么 你们的公共工程委员会 我下去一查 自己讲那么清楚 98年3月11日 院长指示说 我们4年5000亿 与绿色能源相关经费比例过低哦 结果你们4月30号 去开了一个叫做 落实节能减碳的管控指标 绿色能源跟减能减碳不是百分之百一样的呢 结果你们开了这个指标 连绿色能源四个字都没了 竟然变成绿色环境 绿色工法跟绿色材料 我一个看就害了 绝对把你 连种花种草种树的钱 都算成绿色环境 果不其然 经济部 商业师就开始这样做了 那其他的就更不用讲了 我跟你讲哦 我们的政府需要 跟子孙举债 跟子孙的把 后代子孙的薪水 先拿来开 拿来进球啊 现在连村里长 都知道要种花种树 哪里需要 你再去举债 这个有振兴经济吗 你振兴到哪一个经济 院长答应的事情 经到国会记录 我也想怕你们没有注意到 也跟你们经济会 电话报打了几次 公共工程文会电话也打了 院长指示哦 又给你写的公文来的哦 主委范良修的音 这么多 结果跑出来 连绿色能源 四个字都不见了 变成是绿色环境 绿色工法跟绿色材料 结果呢 布罩公子家里好听 四年五千亿 绿色投资五百亿 歌功颂得一片 结果做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那我那个那一天 在直询吴敦仪院长的时候也谈了 那你们现在要怎么 你们第一年摆这个乌龙 明年你继续要这样做吗 我给委员做个报告 非常钦佩 委员对节能减碳绿色人员的 你不用钦佩你把事情做对就好了 我们在审查四年五千亿的所有各部会所送的预算 不但在计划书中加以 规定 同在审查的结论都加加 你写进招标须知就好了 我给您报告 就百分之十已经写在里面 那现在那个院里面把绿色的这些 林刚刚提到的 叫做绿色内涵 就请工程会 你连绿色人员都不敢提 什么叫绿色内涵 我给您报告就是那个是工程会啊 他就邀请了很多单位啊 做绿色内涵的界定 那目前所编出来的 副主委 我的时间剩一分钟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这么要求 了解 我再跟你讲 地方公务员 第一 他们的水准没准 你们这么高 第二点呢 因为我们的公务员 大部分在招标 没有没过绿色能源 所以他们当然会想尽办法排除 那我的意思说 这四年五千亿呢 你分成四年 每一年才一千多亿 刚刚好可以把我们整个公务系统 把它run起来 让他们总动员去了解 这个事情怎么去执行嘛 我一句话就好了 刘院长答应我的 基隆火车站 我还把柏林火车站的照片秀穿 你知道你们基隆火车站 花了那么多钱 结果竟然是把火车站地下化 然后让那个屋顶 可以给基隆市政府 做停车场 你开这条钱 开到没意没数 对吧 我那天只好把铁路局的人叫来 然后他们把这个图给我看 我还只好告诉他们说 事实上 连热半空调都可以算啊 对 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热利用也算啊 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已经过了 你就跟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去做就好了嘛 为什么连招标须枝都不敢写 绿色能源呢 你写绿色工法 几个基层公务员有材料 你给你那边看着 看着头 委员我给您报告啊 就是直接讲办法的处理啦 就是 因为他98年工程会做了这样的规定 您也特别质询 那我想会后啊 我马上请工程会跟各部会 大家来研究 在99年度开始 看看工程的这个招标 部主委我要在场了解你们的检讨 我以前客气 我想说我是立法委员 我咨询了你们 答应了 我就不要介入 但是不知道人想问我有什么厉害关系 我就信任你们 结果信任到你们 连绿色能源 两个四个字都不见了 还院长我想说刘院长亲口答 答应刘院长也在院会里面指示了 对不对 刘院长人还在你们出来的文就 连绿色能源都没有了 不会的我想我来邀请工程会跟各部会 郭主委 来请委员 绿色能源是我们台湾的保命能源 这是八八水災 有一个派出所就是还好装了太阳能 结果呢 还好装了太阳能 所以一片断电的时候他们还有一点点电力可以对外通讯 全世界石油再过四十年就用完了 煤炭只能够那个 天然气只能够再用六十年 硫矿只能够再用七十年 台湾不用等四十年 台湾再过十年二十年 你有钱买不到石油 就像我们有钱买不到武器一样 你现在不赶快发展 你跟子孙举债 你连工部门自己都不肯做 你台湾到后来用什么 靠什么 我们来协调处理 我们来协调处理 讲得那么清楚 院长也都接受院长也都听懂 也是我们的政策 没有错 结果公务员各个部会来跟您说 有这个困难 有这个困难 您就开始打马呼应 然后也没有任何人跟我回个话说 委员啊 不好意思 你院长给你答应的事情 我还要给你改调 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络 然后请委员来指导 这个没有问题 对不起啦 不是说 你领你的薪水 如果事情做得好 我实在是没要插你们的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 你们下次开会一定要通知我 我要全程参加 好吗 务必把事情做到正确为止 谢谢 好谢谢 感谢 天委